真意也許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社會學裡有一個著名的理論 叫六度分隔理論 又稱為六個人的小世界 簡單說 世界上兩個互相不認識的人 只要透過六個人以內的人際網路 就可以建立關係 這最常被應用在直銷或保險上 但反過來說 有心犯罪的人 與我們的距離 恐怕也沒想像中那麼遠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哪一天 基隆國文女教師 離奇慘死自家臥床 木乃伊氏交代捆綁 下敵裸露致其亡 法院輔導移招殺機 指紋返先案外案 三角弦道理露現 竟是行善隱惑上身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隔壁的賊眼 捆殺女教師案 時間回到2008年12月9日 在基隆勢力信義國中某個班級 早上8點低堂國文課 任教11年從來沒有遲到缺課的老師 黃安玲 卻整整一堂課不見蹤影 焦主任跟導師覺得奇怪 打手機跟住家電話也沒人接 於是跑到他的住處按門鈴 也沒人一門 學校擔心出了岔子 緊急通知房東跟鎖匠開門 卻看到慘絕人寰的命案現場 案發現場警方仔細拍照踩指紋 一位基隆市信義區 這一棟700多戶集合式住宅內 六三年次在基隆某國中 專教國文的黃姓呂老師 被人發現雙手雙腳遭到交代反綁 眼睛口鼻都被封死 陳氏在臥房內 黃老師已經躺在船上 然後上半身是整齊的 然後下半身是由棉被蓋著 鎖開棉被的時候 被下半身有裸弱 有被捆綁 雙手雙腳都被捆綁 眼睛 耳朵 鼻子 都被矽膠在一圈一圈纏繞 完全封死 雙手和冰龍的雙腳 一樣被交代捆綁 整個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身上還蓋了棉被 地上有散落的塔羅牌 以及一支斷裂的水晶手環 遇害時間預估不超過半天 詭異的是 客廳電視機還開著 卻被轉成了靜音 地上散落一堆書籍 CD以及撲克牌 顯然這裡曾有混亂的情況 而死者床上有兩條黑線 細的是手機電源線 已經被扯斷 粗的是列表機電源線 跟脖子上的勒痕相符 研判老師是遭這兩條線 勒必殺害 只是門窗都沒有破壞痕跡 會是哪個熟人 曾經到這間屋內呢 這痕跡是沒有 洗劫財物 洗劫財物還不清晴 地上是關城 地上 很虔誠的 很虔誠 平常跟你們相處怎麼樣 比較少互動 小生機一定來 你的證件身份證明 我一定要有同便 這個老師掌護旁客嗎 這個人不知道 根據鄰居的描述 女老師平時的交往單純 不過就警方推估的死亡時間 有鄰居聽見激烈的爭吵聲 警方先入調查後 發現前天晚上有鄰居 聽到男女大聲爭吵的聲音 五樓住戶懷疑有家暴案 通報警方到場 卻沒有了聲響 最後以誤報結案 但鄰居有清楚聽到一句 耐人尋味的喊叫 平時教學認真 臉上隨時掛著親切微笑 並且熱心公益 這是黃姓女教師 一向給人的好印象 昨天下午上課到十二點 然後十二點之後 他回來這邊差不多十二點五十分左右 他親戚就沒有再看到出來 警方調閱社區監視器 確定晚間九點 女老師還有下樓倒垃圾 當時並沒有異狀 不過就在深夜十一點五分 鄰居有聽到女子叫聲 好像那個黃老師家裡有傳出什麼 我成錢你 他認為是一般吵架吧 你繼續在吵架 由於黃恩林內褲遭脫下 殺人手法又相當的極端 警方很快就聯想到 會不會是情殺報復呢 緊急清查 死了人際關係跟通聯 發現他很少在用手機跟室內電話 19年的通聯紀錄比一般人一星期還少 可見生活之單純 加上他與前男友已經分手兩年多 約談後也排除涉案 而大樓監視器看了再看 卻怎麼也沒發現有什麼可疑蹤影 從不曾遲到或早退 因為突然沒來上課 才發現女教師遭人殺害 平時獨來獨往 沒有交往的對象 並且獨信密宗 生活單純的他應該不會與人結怨 也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究竟是誰會下如此痛手 大家都出自女教這麼正常 這麼正常 沒有人 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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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在高雄 家庭背景都相當單純 雙親都在家鄉務農 兩年前搬進這個社區內 除了冰日教學認真 黃姓女教師 還自願到地方法院 擔任少年志工 以星座和命令等方式 和學生互動 活潑有趣的教導方式 深受同學的喜愛 最混亂的客廳現場 踩不到有用指紋 歹徒顯然是戴著手套犯案 擁備而來 不過在房間一個置物箱上 有踩到一枚清晰指紋 是住在隔壁 罹患小兒麻痹的餘姓男子 警方立即約談 發現他家裡 居然有好幾張女老師照片 跟私人物品 但他矢口否認有殺人 原來他是趁一次黃安寧出門 鑰匙忘了把兒竟偷偷拿去複製了一把 經常遣到屋內行切 滿足他詭異的愛慕欲望 而命案當晚 他女友幫提出不在場證明 最後也排除涉案 而另一頭清場女老師提款卡金流 则有了關鍵發現 警方漏夜展開全面追查 忽然發現案發後兩個小時 有一名短髮的年輕男子 穿著羽衣戴口罩 前往瑞芳鎮四角亭 一家金融機構的提款機 把女老師戶頭裡幾萬塊存款 全部提領一空 監視器清楚拍下了他的印象 他年紀大概20歲到30歲當中 那是什麼時間領的 大概在凌晨 大概2點到3點當中 這名年輕的男子 看起來很像是黃老師 生前所參加的 少年輔導官護志工當中 一名他所輔導的對象 基隆地方法院 官護人得知後相當訝異 他非常的用心 他教導我們家裡生活 輔導的少年 大部分都是以心靈彩繪 還有星座這方面為主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負責的老師 我們相處非常熱心 像有些輔導志工 他如果沒有空的時候 黃老師會幫他們代班 讓我們整個課程能夠順利圓滿地進行 警方一一清查了80名 曾被黃安寧輔導過的受刑人 全都查不出動機 微線索只剩監視器 盜領的歹徒身影 在案發隔天凌晨2點半 分次提領了4萬元現金 他們究竟是誰 領完現鈔後隨即離去 過不了多久又出現在另一個提款處 領完錢就走人 照片中這名戴著口罩的男子 使用的就是黃姓女教師的提款卡 提領了4萬多塊的現金 我們是從兼蘇綠銀袋上面去嘴巢 然後他也在提款區附近的西門 有去買東西 購買一些飲料 還有一些食品 專案小組根據監視器影像 認出是有毒品前科的三名毒販 巧合的是社區管理員一看照片 立刻認出其中一人游逸成 曾經是這裡的住戶 另外警方也認出了 有毒品前科的蘇智孝 以及曾犯竊盜罪的鄭文輝 立即掛線監聽 發現游蘇兩人相約要吃薑母鴨 於是分頭展開圍捕 涼涼一看到警方都低頭沒有抵抗 而他們落網這一晚12月17日 恰巧是黃安寧的生日 一個私信嫌犯他是都住在一個破屋裡面 然後我們在逮捕他的時候 他棄捕他的時候 他好像好幾天都沒洗澡 全身都發錯 落網的兩名歹徒分別是 游姓和租姓男子 他們涉嫌犯下 基隆黃靖女老師命案 在行進間不斷的擦眼淚 還說對不起被害人 6萬塊你這樣扔掉 請問他會有飲料 兩名落網嫌犯在三夜時分 按電鈴誘騙女老師打開大門之後 以蘊藏的手套和膠布 捆綁當事人在避問密碼 其中游姓男子 因為和被害人曾經是鄰居 擔心被認出 竟然三個人聯手活活打死女老師 只是兩人公辭必重就輕 把責任全推給了再逃的鄭文輝 而鄭文輝看到新聞播出後 開始躲藏 直到隔年1月22日 才在桃園歸山落網 當他見到警察的第一句話 是說謝謝你們你們終於來了 原來他殺人後始終良心不安 得喝個爛醉才能睡覺 因為每一晚都碰到黃安玲 來向他索密 偵訊嫌犯他爸爸在住院 他有辦法去還安玲 原來三名嫌犯因為染上毒瘾 只要身上沒錢就到處犯案 案發之後三名歹徒盜領和接手被害人 共六萬多塊和一條金項鏈 原本陷入膠著的案情 在死者頭七當天 一同檢舉電話讓警方順利鎖定 游戲男子 並且從超商就分老街水溝 陸續起出犯案工具 還有一路丟棄的提款卡 全案終於宣告偵破 游藝成有妨礙性自主前科 跟蘇智孝都沒有固定工作跟收入 於是案發一個月前 就在討論去東北角一帶 找尋別墅下手刑切 卻因為都有裝監視器 加上對地勤地勢不熟而作罷 此時游藝成想起 之前住過的大香港社區 斜對面一名呂老師 門外鞋子很多 應該很有錢 後來碰到缺錢的鄭文輝 三人一拍即合 戴上手套 西瓜刀 按下呼喚死亡的門鱗 按門鱗 然後躲在門的旁邊 躲在門旁邊 然後等人家 你開 按門鱗你看嘛 把那幕門拉開看沒有人 沒有人奇怪怎麼會有人按門鱗 他已經會將鐵門打開嘛 鐵門一推開他們三個人都送進去了 黃老師掙扎抵抗 嫌犯暴力毆打 造成他頭部嚴重受創 這時候卻還不罷手 拿著預先購買的膠帶 捆綁起來 捆綁以後再逼問他那個 逼問他那個金融卡的密碼 逼問到密碼以後 其中那個郵信閒外就認為說 這個黃老師有認出他是他鄰居 所以就殺他沒口 就有這種動機 這個老師人 他對鄰居也都不錯啊 他有時候有好的東西都會跟鄰居分享啊 他可能因為這種原因要認為說 這個老師可能蠻好過的 所以在鮮定他 喝完酒就去找他 總是和鄰居分享 卻成了嫌犯眼中的肥羊 鄭文輝當下勸尤益成拿錢就好 沒必要傷害他 但被強勢駁回 接著三人先以手機電源線綁住脖子 尤益成跟鄭文輝一人使勁拉一邊 蘇智孝則壓住雙腿 並用手捂住嘴巴 以為死者斷氣後離開房間 卻又聽到房內傳來了咳嗽聲 三人驚慌再度進行熱殺 卻把手機線扯斷換上叫出的電源線 重施顧忌 三人就接著女老師恐怖驚骸的斷氣模樣 良心不安 夜夜做著惡夢 基隆地方法院認為 殺是命案的三名嫌犯 殺人滅口 手段兇殘 毫無綿敏之心 一審判處三人死刑 家屬提起附帶民視訴訟 法院判決三名死犯得共同賠償 皇家2516萬多元 不過當初這三名嫌犯就是沒錢 才犯下搶劫殺人案 苦楚可能很難拿到這筆賠償金 家屬得知判決後 老父親紅著眼眶說 妻子現在詳情女兒還是不時的在哭 這三個人搶劫還不夠 居然還回頭殺人 如果不將他們判處死刑 以後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要受害 如今這三名惡煞已經被處以死刑 總算是給死的和死的家屬一個交代 當時一二審法官判三名嫌犯死刑 但27號跟二審判決出爐 主張殺了滅口的蘇信和尤信嫌犯 同樣被判死刑 但正信嫌犯因為有出言制止 也沒有參與策劃犯案 改判無期徒刑 2012年8月1日 最高院駁回上訴 鄭文輝維持無期徒刑 劉一城蘇志向維持死刑定念 而兩人不但提出視線跟特赦 現在仍在技術性拖延死刑執行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一位坐育陰材的女老師 只因為住在祖賢對面 就死在遊手好險的毒蟲手裡 實在相當諷刺 而開場提到的六人小世界 在此案的人際網路還沒結束 真相又是另一樁慘案 我們下集揭曉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